机械人取代人类工作已经不是新鲜事 有报告就指出到2030年全球将会有8亿的打工仔将会被机械人取代 相等于现实全球劳动力的五分之一以上 当中更提到低技术劳工随时会毛整气 负责研究的麦肯锡公司MC Kinsay 虽然有部分工种在未来会被机械人抢饭碗 但报告建议打工仔可以学习新技能 如长者照顾和愿意等相关技能 而麦肯锡公司负责人就提醒打工仔 需要改变思维以及学习新事物